上回講到,乾隆脫下身上穿那件五豬衫 交給周日清,叫周日清拿去當 周日清的母親就哪肯啊 就出來攔著,哎呀,怎麼行啊,怎麼行啊 要你來當衣服,我兒子怎麼安樂啊 阿嬸,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 誰當不是一樣 那,日清,你拿我這件衣服去,不用講價錢了 總之任它給起來,回來一會兒 順便買些菜回來,周日清拿著那件五豬衫 出門去當舖,一來就來到瑞龍珍,善慶當舖 那當舖呢,周日清日本行來的 平日專門跟那些賭客去當舖的 所以當舖就由老闆到伙計個個都認識他的 那掌櫃一見面就說,哎呀,周日清,今天這麼早啊 投名嘛,好啊,好啊,價錢比高一點,啊 今天當什麼啊? 掌櫃呀,當件衣服啊,講完,將乾隆那件五豬衫遞上去 那掌櫃解開來一看,當堂下一跳 當然啦,這件五豬衫,那是宮中四寶裡面的一寶來的嘛 啊,皇帝穿著出來旁身啊,那掌櫃是識貨之人 一看就知道,這件是無價之寶來的啦 哎呀,誰叫周日清來當這件寶貝的呢? 那掌櫃就特意裝出一副不多在意的神貸紋 周日清啊,你這件東西要當多少銀啊? 周日清記得乾隆吩咐過,當多少算多少的 周日清就問回頭,掌櫃呀,你說當多少銀兩啊? 嗯,這件衣服就一般的,舊一點啊,穿過的啦 好了好了,見你第一個來光顧,給你高點價錢啦 給你夠四十兩銀啦,周日清一聽,四十兩 嘩,我娘親那件藍布衣這麼大件,最多就值一兩這件 那三一席四十兩這麼重要的 周日清還以為聽錯呢? 再問了一句,掌櫃,多少啊? 四十兩啊,那就好了,好啊,好啊 那掌櫃一邊大聲喊,四三一件,當銀四十兩 一邊就鬼畫符的寫檔票 哈哈,他說四十兩啊,在檔票上呢,就寫著四百兩銀 寫完檔票啦,掌櫃就拿四十兩銀 連檔票一起交給周日清,周日清收到四十兩銀 心滿意足,好像撿到寶那樣,連看都不看檔票啦 非快就扔回家裡,再講個掌櫃啦 等周日清走了呢,那個掌櫃立刻就拿著一件五珠衫去見老闆 檔票的老闆就叫做歐仁山,又是歐家莊的莊主 這個歐仁山就曾經在官場做過很久師爺的 一向都勾結官府,他和海邊關總督葉錦廠 還是結拜兄弟來的,他又收養一批打手 平日獨霸一方,無惡不作 他開這間善慶檔店,就專門欺負老百姓的 特別那些不識字的人來當野,任他寫的 那個掌櫃就拿著乾隆那件五珠衫 一見到歐仁山,一連就講了兩句 恭喜呀,恭喜呀莊主,恭喜 陳掌櫃又不是過年,這麼好口,恭喜呀 莊主,你有所不知啦 今天啊,那個周日清拿了一件衫來當 唉,你怎麼都猜不到啊,原來是一件無價之寶來的 莊主,你看看先,你看看先 歐仁山拿一件五珠衣來一看 果然,這件衫上有五顆珍珠,閃閃發光,晶瑩奪目 歐仁山就只知道這件衫一定十分珍貴的 但是就不知道是什麼寶貝來的 拿著這件衫,一尾在那清讚 啊,好呀好呀,真是靚呀 這幾顆珍珠,果然啊好呀,就不知道是什麼寶貝來的呢 莊主呀,這五顆珍珠呀,世上無雙呀 喏,第一顆呢,就叫做定風珠 任憑你狂風巨浪,你拿出來一招 就風平浪靜的啦 第二顆呢,就叫做維墨珠 你呢,你在紙上寫了字 用二顆鎮珠一滷它,嘿,墨跡都沒有了 第三顆,就叫做撲火珠 撞到火竹用一招,馬上熄火的啦 第四顆,叫分水珠 人跌落水呢,它會將水分開救人一命的嘛 第五顆,就叫做夜明珠 萬刻行路,可以當燈籠來用的 這五顆珠寶呀,隨便得一顆就不得了 真正是天下無雙,無價珠寶來的 那歐人山頂都敢說,歡喜到勢起彭雅 日美清實,哈,陳長鬼呀,你有牙力,有本事 好好好,只想,喂喂喂,他來當的嘛 那以後可以來熟火翻車的 到時不就竹籃打水一場空 嘿嘿,莊主,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安排妥當的啦 我只是給了四十兩銀他 當票上呢,就寫著四百兩銀的 嘿嘿,那個周日清,哪裏拿得出四百兩銀來熟檔呀 歐人山頂都敢說,又是半裏在那裡笑 啊,是吧,是吧,才想一想,喂喂喂,不行啊 到時他真的拿齊銀來熟,那時候我難道不給他呀 嘛,上鬼一想,不是吧,啊,都說莊主想得周到 嘿,不如這樣啦,那,一步一步來 今天呢,就先脫了那兩粒珍珠下來,換兩粒假裝上去 那,遲下,他再不來熟,就斷檔 到時那件衣服就整件歸莊主所有了 兩個人就將五支三上的維墨珠 和薄火珠吻了下來 換了兩粒假東西上去 那這邊偷龍轉鳳就別說了 說回周日清嘛 慶高采烈就回到來 一見到乾隆就說 乾爹,你的衣服很值錢 當了四十兩銀,四十兩 乾隆一聽就打個凸 我這件是無價之寶 我任你押價都給回一千幾百兩 得四十兩 乾隆拿張檔票來看 檔票上面分明寫著四百兩 不用審了,一定是個掌櫃 下周日清世過 只吃水吃得這麼深 四百兩銀,只給回四十兩 拿了九成,乾隆就問 日清啊,你去的那間檔店是大檔店還是小檔店? 是大檔店來的 碎龍鎮最加細是這間的 乾隆就沒出聲 吩咐周日清,快點出去買點魚,買點肉回來 周日清就不知道這麼多東西的 買齊東西回來,兩仔那好像過年過節一樣 又炒又焗又蒸又燜 自從周日清的父親死了以後 這間屋都未曾試過這麼熱鬧 就這麼光線 一家人吃完飯以後 周日清就對乾隆說 爹爹年紀這麼大,海邊關又這麼遠 不如將地址告訴我 讓我去拿銀兩算 周日清,母親也插嘴 是呀,是呀,等日清去 乾隆在這裡好好休息一下吧 乾隆一想 那倒是呀,來回四十里路 唉,坐腳都嫌他躺呀,何況要走去 好辛苦的嘛 再加上又怕半路被人識穿 乾隆就閉一閉頭 好,一切 那我寫封信 你拿去海邊關府台衙門就行了 乾隆如不一揮,寫了封信 信封上邊就寫語 海邊關巡虎 蕭邦輝親啟 周日清呢 雖然只是讀過兩年書 識字又不懂得太多 只一看信封呢 嘩,不敢寫法呀 那個蕭邦輝 那是海邊關府台大人 是這裡最大的官來的嘛 敢寫法得了的 周日清就說了 是呀,得罪他呀 連我都要捱餐打的 乾隆就吵吵,大笑 哎呀,不要緊,不要緊 我和府台是好朋友 嘿,哪用這麼多客氣說話的 你送信送去衙門,你就說一定要面交府台大人 如果那個蕭邦輝問你,你就說是奉父親之命 要問他借五千兩百元呀 什麼呀,五千兩百元呀 那,那他肯不肯借呀 嘿嘿嘿,如果他不肯呢 你說話都無須多說 馬上回來,我才有辦法 那周日清呀 聽都沒聽說過,五千兩百元這麼大筆數呀 只看見那個契爺呢,不當一件事一樣 自由淡定 啊,想著這個契爺呢 肯定是很有錢的大富商呀 他那間武店呢,肯定是很大間呀 要不是,連府台大人都是他老朋友呀 周日清想想想,就放心些 就慈別母親 一口氣就趕到海邊關府台衙門 就堆著門房喊一聲 老伯呀,我來送信呀 看門那個呢,是當了幾十年猜的老猜骨來的 一看個信封,嚇了一跳 哎呀,我當猜多了幾十年呀 都未曾見過有這麼稱呼大老爺的嘛 看一看周日清 嘻嘻嘻嘻,不過那個弟弟哥 那個門房就問,喂喂喂 弟弟,誰叫你送這封信來的 是我老爸呀 你老爸呀,你老爸是甚麼人呀 是府台大人的老朋友呀 門房一聽,哎呀,大人的老朋友呀 不敢怠慢,立刻就報進去 那裏面當席官員 那裏面當席官員 有一隻說府台的老朋友 有寫來的信 而且信封上面呢 連稱呼都沒有的 哎呀,那寫信的人呢 一定是很有來頭的呀 哈哈 官場裏面呢 就最怕得罪上司的嘛 在平日呢 你說一張訟紙 要送到府台大人手上呀 哈,恐怕不知道要花多少黑錢 要轉多少彎才來得到呀 這回呢 反而說得沒那麼快 一層一層就送到府台大人手上 各位府台大人呢 剛剛坐在書房簽罰公文 聽說有信就拿來一看 啊,豈有此理 連個稱呼都沒有的 誰這麼鬥膽呢 府台大人就問 什麼人送來的呀 啟稟大人 是個弟弟哥送來的 哦 那個弟弟說 說他父親是大人的老朋友呀 老朋友都沒有那麼離譜的 府台就扮這個臉 不然我留著那個弟弟哥在外面 跟著府台就拆信 哇,不堪猶至可 一看嚇到當堂飆冷汗 全身打冷鎮大聲喊 快快快快快 快傳話出去 打開鍾門燒禮炮 請送信的周小先生進來 呵呵,剛才要抓人那樣 現在要開鍾門放禮炮迎客 那封什麼信呀 皇帝聖子到呀 乾隆那封信是這麼寫的 奉天成雲 朕前日離朝出京 游南關境 自天津海邊關碎龍鎮 實去金銀 全像周日清救家 恩傑父子 朕暫住周家 周家貧府 朕今聖子一到 忘外兄摺子之後 撥出富銀五千兩 而作家用 日清不知朕來歷 外兄切勿說明 趙子行之陰載 年月日 嘩,送信來那個小孩 原來是皇帝溪仔來 得罪他得了 不是說頭上頂烏紗 沒有不見 人頭都會落地呀 再說那個周日清 在門房說等 見了個牙翼氣鬆鬆走出來 喂,剛才送信的小孩呢 不,別走著,在外面等著 說話都沒說完 後面一個官員走到臉青口順白 走到一巴掌 就升到牙翼上 然後破口大罵 你這個蠢才,你想死呀 你得罪周小先生 你還不給我爛開 跟著就大聲喊 開正門聲炮 又請周小先生入牙 那個官員呢 跟著就走到周日清面前 打工作音 周小先生 請請 周日清 就莫名其妙 剛才那個粗聲粗氣 這個是陰陽怪氣 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剛剛走出門房 就聽到 就噴一聲炮響 周日清呢 嚇一跳 那個官員就在耳邊 細細聲說 周小先生 不必受驚 虎台大人 鳴炮型嚇 那個周日清呢 只是聽過燒炮掌 還沒聽過燒大炮的嘛 那當然是吃一勁啦 他就跟著那個官員 直入中堂大廳 虎台大人已經 規規矩矩矩 站在那裡迎接了 請周日清楚朗 跟著呢 牙翼就奉上香茶 都未曾喝了兩口 又搬了一碗點心和上等菜來 未曾吃了兩口 又試換一碗 周日清都未見過 這樣排場嘛 左望右望 都不知選哪一碟 送來吃好 他就心想 這個虎台大人 挺好傾 沒什麼價值的 我那個乾爺 確實挺本事的 認識這麼多朋友 都是做大官的 那個虎台蕭邦輝 已經看了皇帝聖子 知道周日清是皇帝的契仔 知道皇帝又吩咐 不准拆穿 所以那個虎台大人 就只好詐不知 但是又想討好周日清 等他回到皇帝面前 講一句好話 虎台大人 一邊請周日清喝酒吃東西 一邊就問 周小先生 你令尊是做什麼生意的 大人啊 我聽我乾爹說 他在京城開了一間 很大間的店 好像賣帽子的 啊? 賣帽子的? 是呀是呀 我乾爹說 他專賣那些做官 戴那些烏紗帽的 笑幫費聽到這麼說 忍不住拿那些笑話上來 哦哦 是啊是啊 這樣很大生意的 啊? 當然啦 大人 你頭上戴的烏紗帽啊 都是我乾爹的店 做出來的 啊 我乾爹說過 這種生意啊 只此一家 並無分店啊 那小幫費就一 尾就要抹頭 那頂烏紗帽呢 就蝕來蝕去 周日清就覺得好笑 大人啊 第二天呢 如果你這頂烏紗帽爛了呢 我回來跟我乾爹說 叫我送個頂給你啊 那小幫費的心想 唉 但願如此啦 如果皇帝肯送個頂烏紗帽給我 唉 幾大的官都有得做啦 跟著 那個虎台又問 周小先生啊 你來的時候 你寧尊有什麼說話 吩咐你啊 那就沒有什麼 他說呢 要問大人借五千兩銀 如果大人不肯借呢 就不用跟你說那麼多了 立刻回去告訴他 唉 周小先生 什麼敢說 什麼敢說 五千兩算什麼 就算五萬兩 只要你乾爹一句說話 立刻就送到 跟著 那虎台大人呢 就吩咐人 準備好銀票和稅銀 周日清日掛著乾隆 就要動身翻車 虎台又問 周小先生啊 是騎馬還是坐腳來的 大人 我走路來的 什麼 走路來 不行 不行 這裡整二十里路遠的嘛 我立刻吩咐人 我立刻吩咐人準備馬匹 不用啊 不用啊 我不會騎馬的 跌斷腳骨不得了 這樣啊 那我準備頂繳 別了別了 大人 我最怕被人抬著走的 我還是自己走路走好了 虎台大人也不敢勉強 只好就一直送出大門口 就送到大路邊 那周日清回到家 拿出銀票和銀兩 乾隆就拿那張磅票出來 包了四百兩銀 叫周日清 立刻熟回那件五豬衫回來 那麼熟不熟到那件五豬衫回來呢 欲知厚思如何 好,且待下回分解啦